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为了提供的JavaScript的视频教程 我是主张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34章项目一博客前端封装库CSS下集 那么上一节课呢我们封装了一些CSS的功能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把它其余的剩下的两个功能封装CSS的class和它的CSS规则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在获取节点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们放到了这个类库的外边基础库的外边 然后呢我们发现在获取ID TechNameclass的节点的时候呢 ThisElements放到了外部的时候导致实力化的这个属性呢变成了功能 然后导致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将第三节的代码先复制过来 粘贴一下 又即将的打开 打开之后呢我们调整一下 嗯把这边的先删掉 这个地方呢我们保留一个 保留一个把这个先删掉 这边呢我们做两个 第二个叫pox pox 好运行一下 两个把它的CSS我们也删掉 好有了是吧两个 那么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嗯 呃 当我给第一个在GS这边呢 加斯克的给他做样式的时候呢 点啊这个保护号 点上 ID 保护 box 比如说我给他做成红色 CSS 给他做成红色之后呢 他就变红了 如果我再给下面的pox做成红色呢 做成绿色呢 我们来看看 pox 绿色 蓝色 好就变成 大家就发现一个问题啊 上面的红色 他也变成了蓝色 那么也就是说 你下面做操作的时候 发现上面就变化了 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 this elements变成共享的原因 那我需要对他进行什么操作呢 将他私有化 那么最好的私有化方法 就是new出来的时候呢 他应该是在哪里的呢 应该是在这个基础库的库里边 所以呢 我需要把这一段呢 拷贝到这个里面来 嗯 然后呢 把它改成this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大家看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之后呢 我们刷新一下 大家会发现 第一个是box 第二个是pox 那么这样的话 就解决了我们上一节课 呃 导致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准备做 呃 class的添加和移除功能 那么做这个功能的时候呢 我们先这么做 嗯 A 做一个颜色等于红色 B 我做一个这个背景颜色 我做个CCC 我再做个C 我给他的字体 我来个加粗功能 或者来个下滑线也行 那么下滑线 我给他来个D吧 Undeline 好了刷新一下 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我们需要在这个 html这边呢 我们class ABCD 是不是都可以有效 刷新一下 哎 发现有效了 我们在这个Fairby 我们来查看一下 class等于ABCD 那么这是我们手动添加的 如果在JavaSquade添加的话 我们需要在这里添加 好 所以呢 我们要部署两个这个 呃 功能 我们选个合适的地方 插路 好 在这里吧 叫做添加class base.prototype 点上一个什么呢 嗯 这个addclass 添加一个class 等于faction 那么里面要传什么值过来呢 想一想 里面可能要传一个classname 是吧 你到底是A还是B呢 那这里我们怎么添加呢 this 点上element 当然你这边要做一个便利 对吧 如果有多个的话 最后呢 让他还要返回this 实现连坠 这边呢 写上this.element 写错了 this.element 中过号 i点上一个classname 等于你传过来的classname 很简单 就这么写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怎么去调用它呢 点getid 我们先用这个pox来处理 点上一个addclass 我传一个a进去 传一个a进去之后呢 当然我先不传啊 先让他刷新一下 刷新之后呢 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 再添加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添加完毕之后呢 我们刷新一下 好 刷新一下 你就看到class等于a 好 这个时候呢 我想我再添加一个class等于b 好 然后呢 我刷新一下 发现红颜色没有了 但背景颜色出来了 那么也就是说上一个a 被后一个b给替换掉了 如果说我都要添加 那我该怎么办呢 好 那我们就这么办 我在这边呢 做一个累加加等于 然后呢 最好你要给他加一个空格 不然的话 他会ab连在一起 那我们试试看 刷新一下 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a和b已经连在一起了 好 最后呢 我就给他来个 两个单引号 中间来一个空格 是吧 这样a和b就进去了 对吧 虽然a前面空一个小空格 但是没有关系 不需要去处理了 因为这样也是可以有效的 好了 但是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如果再添加a 其实我们这个封装 我们在之前已经学过的 所以我们不去详细讲了 直接写代码 好 那他就会出现一个aba 就重复了 那就没有必要性了 对吧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判断 判断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什么判断呢 这个正则呢 我们就不去详细讲了 我们就直接写了 如果this点上elements 中括号 i点上classname.match 就是如果说他有的话 不对 应该说他没有的话 加个感叹号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再去怎么样啊 再去执行他 保证重复添加不会成功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本身是应该写这个正则的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正则要包含你传递过来的 这个变量 你就不能用自变量的正则 你应该用new regexp 这种new出来的正则 你才可以包含classname 那本身呢 是应该a 对吧 你如果添加 你如果这个添加的有a的话 如果他没有a的话 那我再添加 那这个a呢 这个第一个这个a呢 首先我要把它分开来 我要把它 变成classname 然后呢 这边加 然后这边就是加 当然你这边呢 就是两个单引号吧 对吧 这边也是两个单引号 那么前面是怎么写呢 你就要看这边了 前面可能是个空格 或者没有空格 没有空格说明他是在开头 对吧 后面呢 可能有个空格 或者没有空格 没有空格说明他在结尾 好 那我就这边就要这么写 一个是空格 或者是开头 当然 也可能是 空格和后面这个比较 所以呢 我们这边需要加个原括号 这地方同样的道理 换括号 一个空格 或者是一个结尾 当然 你这个本身是个空格 还需要转移 那再加一个斜杠 好 那么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试试看 刷新一下 看一下 A AB 第二个A就没有添加进来 是吧 第二个A就没有添加进来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就做完了 这就是添加class 那么下面讲一下移除class s.prototype 点上 remoteclass 对于faction 原括号 你要传一个classname进来 括号 首先呢 跟上面一样 啊 这两句全部要拿过来 后面三句 这个是吧 三句全部拿过来 那么 当然有些重复代码 对吧 那我们就这么写了 好 那么这个地方是 如果它有这个的话 我再删除 所以把这个改善号去掉就可以了 那么怎么删除呢 this 用正则去替换就可以了 this elements 中括号 i 点上class name 点上replace 什么呢 你把它找到的那个替换成一个小空格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替换的那个呢 只要复制前面这一段就可以了 我们看也不要复制错误 然后就这么多啊 不要多余 复制到多余的原括号 然后这个替换过来的格式呢 还要把之前的覆盖掉 那么就等于 前面写this 点上 elements 中括号 i 点上class name 就可以了 好 刷新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被删除掉 已经被删除掉了 是吧 我们这边 还没有添加 大家来看一下 好 添加了a和b 刷新一下 a和b有了 那我想把a3掉 点上remote class 中括 原个号 a 刷新一下 好 class等于b ok 删除成功 那么就通过这两个操作的话 就可以添加和移除class 好了 那么这两个呢 还是比较常用的 那么下面 我们要做一下 link和stale中的css规则的 添加和删除 那么这两个呢 就用的很少了 当然我们还是要研究一下 怎样封装起来 那么它主要讲的是 link或者stale标签里面的这里的class 这里的css规则 那么一条代表一个规则 一个花过号代表一个规则 那我怎样添加和删除它 把这个呢 先隐藏掉 这边我们打开 打开的话 我这边写下 叫做添加 link或stale的css规则 best.pro pro2type 点上add rule 括号 upgrade back写 括号 那你要传几个东西呢 那我们想想 它是怎么取得的 我们以前学过了 对吧 我就不去详细再去讲 你取得第一个 肯定就是零 那我们这边要这么写 你要先传个number过来 表示你传的是第几个 那我这边再来写 我看一下 因为这个添加一个css规则 你不需要 依附在某一个节点上 是在整个区域的 所以你只要得到这个对象 就可以添加了 括号 首先你传一个零过去 代表的是 我要我是取得第一个link 或者第一个stale 然后呢 我这边呢 就先创建一下 var sheet 等于document 点上stale sheet 这个应该是sheet stales 有没有写反 中国号number 你看一下有没有写反 我们就把它打印出来 看看有没有css的对象 sheet 好 试试看 刷信一下 好像错了是吧 unified 把它反过来再写一下 stale sheet s 刷信一下 有了 对吧 有了 好 有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操作了 操作的话 它有一个w3c和这个re的规则 不同 要兼容 那我们先打印出 首先看一下typeoff 点上 它是添加嘛 就是sheet 点上个insert insert rule 好 看看有没有 看得到的是什么 它得到是faction 那么re软件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unified 好 unified 有了吧 好 如果这么得到的话 我们就判断 如果它不等于什么 unified 那么我就怎么怎么样 那它用的是add rule 对吧 那我就直接写了 哎呦 add rule 不等于unified 那就怎么怎么样 那么添加的时候呢 按道理我们是这么添加的 是怎么添加的呢 上面一个是sheet sheet insert rule 第一个呢 你要放一个什么东西呢 你要放一个booty 然后呢 就是这个是选择符嘛 选择符啊 选择器 第二个呢 是它的那个css样式 背景是红颜色 然后呢 后面是 后面是位置啊 你要放在第一个 第零个 第零个呢 就是就是css的最上面啊 最上面 我们这边要点实时的啊 要点实时样式 原代码编辑和css的实时编辑 要把它点进去才可以 你才能看到最新效果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看一下这边地方零 这边已经添加进去了 那我刷新一下看看 刷新一下 点一下 没有效果 出错了 我们看哪里出错了 sheet insert rule 它是放在一起的应该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 刮括号 是这么放的啊 比较烦 而且还不太规则 对吧 好 刷新一下 变红了 点css 我们点实时编辑 大家看到body就有了一个body了 对吧 变成红颜色 那么iron器呢 没有效果 那我们demo.css是没有body这个规则的 所以呢 下面我们再做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就是seet 点上一个add add row 第一个呢写上body 它是分开来写的 第二个写上啊 background read 最后写个0 就这样 这个是w3c w3c 下面一个呢是re re 好 刷新一下 它是对的啊 对的啊 啊 这个没有打开 打开一下 对的啊 那么大家都对了 现在就传餐了 那么第一个要传一个选择器 叫select to text 第二个呢 css text 第三个呢 position p-o-s-i-t-r-o-n 好 然后呢 这个呢就好办了 传到这里来 这个呢 传到这里来 这个呢 传到这里来 传到这里去 这个地方呢 我把它撇开来 放到前面去 拿到 加 好 这边呢 加 这地方呢 加 好 然后呢 把这个css text 替换掉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添加这个规则就有了 那么这边我就这么添加 我要添加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要添加一个叫做back 我要在body里添加 添加一个background 是green 然后呢 是在第0个位置上 就是说在开头的位置上 对吧 刷新一下 有了 刷新 有了 刷新 有了 好了 那么这个添加这个规则 也有了 那么移除规则呢 就更简单了 我们来做一下 把这个先去掉 移除规则呢 我们为了清晰嘛 点一下 这个body的background 已经没有了 我把这个字变得很大 变得很大 这样移除的时候 效果会更明显 160对吧 好 字是不是很大 如果删除掉的话 这个字就应该 还原了是吧 那我就要把这个 这个删除掉 从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点实时编辑 这个拨 这个警号box是存在的 对吧 警号box是存在的 那怎样将它删掉呢 试试看 这个点上一个 那我们这边是根据它的 航速删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没有按照它的 按照选择器来删 我们就做一个 我们就做一个 航速删就可以了 roll 括号 比如说第0个按照这个删 对吧 当然你如果想按照这个选择器来删的话 我们需要更深 更进一步的封装 所以呢 这边我们就不做了 反正它用的也不是特别多 移除link或stale的css规则 face.prototype点上remote 点入等于faction号 那么这个呢 就要传两个就可以了 一个是传你到底是哪一个link 或者stale的元素标签 第二个呢 你要删除的是哪一个index 或者position都行 这个地方呢 跟它一样的 把这个拿过来 下面的也是的 先判断 如果typeofsheet点上一个 它移除是delete roll 不等于undefine 否则如果括号typeofsheet点上一个 这边就是remote roll 不等于undefine 那么就怎么怎么样 好第一个呢 我们就直接写w3c 第二个呢 我们就直接写re 这一块 直接写sit 点上一个delete roll 括号index就可以了 传过来的是零 就第一条 第二个呢 我们就是sit 点上remote roll 括号 写上一个index OK 搞定 搞定之后呢 我们删除的是第零个 好刷新一下 这个box应该没了 对吧 点一下 删掉了 我们点实时编辑 大家发现啊 已经没有了 好 大家发现已经没有了 刷新一下 没有了 刷新一下 没有了 好 现在的问题是 那能不能连缀呢 连缀删除呢 这个都要返回一个z z 这个地方呢 也要返回一个z 就可以了 那么 我连缀删的话 大家想一想 我下面一个 是不是要删第一个了 刚才删的第零个 下面是不是要删第一个 不对 你还要删第零个 为什么呢 因为你当时实时编辑的时候 box已被删掉了 那么这个点 点a呢 已经又变成第一个了 所以你每次都删第零个 它会一步一步的全部删掉 刷新一下 然后点 你看 这是第一个吧 这是第二个吧 对吧 但是你点实时编辑 你发现bcd 1和2都被删掉了 为什么呢 第一个删掉了 第二个就变成1了 就是这个道理 好 那么其实它还有一些操作呢 我们就不去封装了 就封装这两个 最主要的就可以了 在web应用中呢 很少用到添加css的规则 和移除css的规则 一般呢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 行内和class 比如说切换呢 样式切换 对吧 好 因为添加和删除原本 原来的规则会破坏整个css的结构 所以呢 你你必须要使用的时候呢 就必须非常的小心 好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封装库css呢 我们就讲完了 最后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 爱北风.com 朴城web俱乐部 yc60.com 联合提供 本次主要是李延辉 我留见 yc60.com gmail.com的博客 brok.yc60.com 谢谢大家 再见